大家好 回來這個第2節 4月8日 星期易得道 星期三也是 剛剛 政府就宣佈 一系列的 抗疫防疫基金 很多政策 最初就說公佈是1300億的抗疫基金 公佈了幾樣東西 其中 港鐵7月起減價 每一程就減20% 為期半年 政府就包第一本 我想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緊接著第1節 為甚麼要連馬一起說 我們很認真去聽林鄭說甚麼 因為本來她的記招我們就不理了 林鄭就出來說 她說的呢 就是回應了 人工那樣東西 沒錯 那麼她 另外就有 宣佈 高官減薪一成 然後呢 就再宣佈津貼那些企業 合資格的企業一半人工 上限9000元 即是以18000元做基礎 就給一半 即是9000元 為期可以申請6個月 那是有分別的 即是她不是上限9000元 她的上限是18000元 即是說你9000元的薪金 你就不是拿9000元 你就拿4500元 但是上限是18000元 18000元的人工就拿9000元 再高於18000元 你也是拿9000元 主要是這幾樣東西 然後她再公佈其他的 都是 不算是能夠幫到甚麼市民 坦白說 剛才有記者問 你把錢給了老闆 就不是給打工仔 那你怎麼可以保證老闆不炒人 或者不是拿了你的錢之後倒閉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的 林鄭當然就兜了 因為很大問題就是 政府很多那些分頂基金 通常都是被懂得錢的人都拿走 真真正正落到市民袋的 其實是寧寧可數的 那麼 今天早上 早上 頭版都說 所有的群組都洗版了 看到星島日報的頭版 其實都是衝著林鄭而來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政府都宣布 肯減自己的薪金 兩成起跳 他現在減了一成 因為被人罵得多了 今年他還加薪金 現在他 自己出來宣布 主要官員減薪一成 然後就是這些企業的僱員 英國 美國那些全部都做了 每個地方都有向僱員 尤其是新加坡 主要是英國和新加坡 他 今天記者會也是要回應外面的巨大壓力 因為 現在外面 其實全香港的商界 也是共同 給壓力 這個政府 你這樣載下去 我們就死了 商界也等同市民 現在大致上 我們認識的 在大集團裏面做一些工程 他已經要放十幾日沒有新加 那個工程也還要勉強有些工作 之前有個空姐 WhatsApp我們說 他已經停飛了一個多月 是沒有工資的 你一無得飛 你就沒有工資了 現在很多航空公司都會這樣做 因為接下來真的沒有 也沒有飛機出去 各行各業 都會受到致命的打擊 到了這個情況 林鄭月娥 其實我們要研究一下 她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整個記者招待會 林鄭月娥是 一直出來一論嘴說的 她說了八成的時間 首先 她今天出來說的東西 不是什麼防疫基金 最後她用了防疫基金 今天就火同陳茂波出來 如果你就這樣聽新聞 就以為是財政預算案 就做了財政司公佈財政預算案 完全你聽不到什麼防疫 那些東西 防疫沒有關係的 一直就跟你說整體經濟是怎樣 螺旋式下跌 他是說了所有 陳茂波的對白 包括怎樣派錢 工資補貼 然後有的士 公共交通工具 然後政府也有招聘 然後有青年實習生 然後有資助律師行 搞視像 我都寫下了 所以我當然可以讀出來 不用看新聞 你聽到後面的東西 你去到工資補貼的士那些 還情有可願 你去到搞什麼 青年實習生 誰交叉一個會做你的政府的青年實習生 哪有青年會支持你的政府 你問我呢 我們基本上是贊成 大家去 拿政府的錢 你問我其實是贊成的 不過很多人就不願意的 肯定告訴你 你叫他們去 做一份政府工 拿你林鄭 推出來的政策的職位 很多人都不肯的 尤其是抗爭過的年青人 一定不肯做的 最後就是 又是一大群 藍絲 藍絲二代 有些都是藍的 走去 就去拗 又會做青年 青年 實習生 所以呢 其實 到最後 他每次政府推的那些 想 召回那些年青人去挽回 少少民意的那些項目 每一次都不做的 那麼多年來一點都不做的 他又是用回舊招 那麼現在呢 其實我們當時在想 林鄭你這麼積極 你現在做那麼多事情 你構成 你在想什麼 你在想年人嗎 我們很認真想 我們看不到他 是 想斜斜的 他很喜歡很多事情做的 我不是說他做的事情做得對 他很喜歡很多事情做的 尤其是我們都 珍惜過很多次 他每次覺得那些是 加分的 他一定要搶走別人的廣告 一定要拿給自己說的 明明跟陳茂波出來 明明那些是財政司說的 他就連人家的稿都拿來 讀了所有的政策出來 像自己做了財政司 他在想什麼呢 他依然是 在想要加分 雖然他是負99999分 他也想要追回那些分數 好像還可以結算他之後 會是正數的 他是這樣的想法 你剛才讀了所有事情 陳茂波之後出來說回一段時間 也是讀了林鄭說的事情 陳茂波就很明顯 不是 他直接是 被他說了 他沒得說了 他只能夠重複一部分的事情 陳茂波聽來聽就是聽到螺旋式下跌 螺旋式下跌 你又搞錯啦 首先 我們沒有人知道你的財政司怎麼得回來 我們沒有人聽過什麼叫螺旋式下跌 你那隻不是飛機 解放軍可能就是螺旋式下跌 經濟 只是只有斷崖式下跌 沒錯 因為現在香港 很明顯和全世界都是斷崖式下跌 那些人是突然間這樣插下來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那幅圖不是立體圖來的 你那幅圖只有兩條線 X軸和Y軸的 螺旋式下跌 大家看看 香港經濟 你看波音飛機的圖就知道了 就是這樣插下來的 399元 放下去89元 你看那張圖就對了 現在是這樣的死 全香港這次唯一 沒有受這個災情影響的人就是高務員 因為不用出糧 不用做事也有糧出 出足糧 而且政府不會拖 所以你真的想一下 林鄭 一定很喜歡影響推測 逢她說過的東西我們就會想 所以 說到青年實習之後 他整個 要知錯一些律師 視像 知錯一些中小型律師行 他想的東西一定是沒有用的 不用討論 再討論就浪費口水 你想一下他想做些甚麼 他想Pace些甚麼人 這個真的要想一下 很奇怪 很突厚的 一來政府 其實財政預算案和政府的政策很少會那麼 specific 他們不是的士 巴士的士是有公共性的嘛 有甚麼疫情會令到你的 律師行 小型律師行 忽然之間是需要你 特別資助去做視像的呢 很奇怪的 洗狗你知做甚麼事像 因為那部電話都能做視像的啦 證明他也沒有用過 他也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你想不明白他想 Pace些甚麼人 你有沒有數據 大家就知道 現在法庭不開了 很多人就 失業了 主要的那些是大律師 不是事務律師 但是他的政策就是 是被事務律師開市場會議的 其實我認為林鄭也搞不清楚大律師和事務律師的分別 我認為他是搞不清楚的 他也不知道我認為 因為他說現在法庭不開嘛 變了 最近剛剛有法庭開始用視像去審案 所以他認為要推動律師行用視像 他弄錯了 兩件事是不同的 為什麼我那麼留意呢 其實他是故意說了很久的 然後他就 把波子丟給陳茂波 叫他自己說 然後就 稿就不去夾了 所以陳茂波只是懂得螺旋式下跌 重複他說的話 我們有8000多億元的財政儲備 可以用17個月 其實很多記者都問 關於財政儲備的枯竭情況 我們其實整體來說 這次不是拭目以待 樂觀其成 樂見 香港的財政儲備 是被你很快燒光的 是很快燒光的 當然他的數字不是很適合的 因為除了萬一億之外的財政儲備 這個政府的cash 其實還有兩萬多億在外匯基金那裏 那些都是政府的錢來的 那些是 政府的錢隨時可以變 變現金的 香港政府是擁有三萬多億的 所以不止17個月 如果認真燒 那裏可以很快燒 當然啦 他們可能會做一個就是發債的嘛 跟著就是 拿出去賣給人 這個 其實 也是很長遠的事 因為政府有那麼多錢 要燒也要燒十幾個月啦 陳茂波 一直 那個對白給林鄭月娥說了 其實 今天他出來 變成了一個陪沈品 他還要那份稿也沒有東西說 被林鄭月娥說了他所有的東西 他最後只能夠重複幾句 那麼大家要想一下 林鄭 他想要 收買些甚麼人 很明顯 當然我們就 一定是一致認為 他就回應第一節 何處角 何處角的要求啦 何山的要求啦 當然那個要求也是正常要求啦 大部份打工仔都是希望這樣的 林鄭月娥也不是第一次回應 有勢力人士 要求的啦 我留意那次向太太 即時回應 他就不提禁酒 被人罵完 九成人不喜歡你呀 八婆 他即時得到 這次也是 100公尺9秒9的反應 所以我們的分析是甚麼呢 林鄭這個人想甚麼奇怪的 大家都知道 他真的好像 在想自己連任 他真的在想 他真的在想爭取連任 他現在正在爭取建制派 然後有記者問他 行政會議的人呢 很好笑的 行政會議就說 我不知道啊 要等我們自己開會 行政會議 我們 我們的理解好像是行政會議和你們是一夥的 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 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就好像完全不知道 行政會議發生了甚麼事 行政會議基本上是你一部份來的 特首會和行政會議嘛 這個是你那一部份來的 其實我們發現了很久 從我們去年6月開始說 我們最早發現行政會議的人在跳船 因為行政會議國為鬼胎 裡面有一個 掃把頭 有一隻叫陳志思 湯家華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 Pan B來的 然後有很多個B 然後有黃國健那些我們做陪陣 現在不知道還有張宇仁 全部都是 張宇仁就是 舊特首買回來的 一個 deal 一張牌 他當時是用來克制 克制自由黨 現在問題就是 張宇仁都岌岌可危 她的飲食業界也被你摧毀了 林鄭買回來 林鄭真的買過的 你真的要看 她來來去只是買了一件 我們用買字 買了律政司 只有一件是她親自採購回來的 整個行政會議 根本也不敢聽她說的 你看整個政府部門 大部分都 不是屬於很親距的人 邱騰華就是前朝的 特首辦主任 是吧 是689的特首辦主任 政務司大家不用說了 熟悉這個節目的人都知道 很清楚他們之間的 鬥爭 他們其實每個人心目中都有 都有一個幻想 大家都有一個 假設自己如果做特首會 會怎樣 在張建宗眼中不是一個八婆 張建宗在他眼中 就是一個光頭腦 沒機會用光頭腦 大家都是互相看不起 那麼現在 林鄭真的在想連任嗎 不是吧 她怎麼想呢 跟現實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也要分析她怎麼想 我其實覺得她現在 想做事 好像在爭取連任的本錢 其實你有那麼多諮詢機構 你有行政會議 還有你 跟建制派那些 你不用報紙交鋒聊天的 他們現在玩隔空隊長 為什麼你不自己坐下來去見呢 我不太明白 其實是那些人不想見你 因為其實你的 record 就是你每次閉門會議 說完的東西 你就會煽咎那些人 每次都反口的 跟著說謊 吃生菜 搞到那些人都不想上菜 人家就公開了 報紙頭版跟你說話 所以 以後 那些商界也可能用 抬取同一個方法 和對話 一起登播 即是益了一些報紙 或者好像那個不友 變成了以後 不過是公開了 把這些不友的書信公開 我們也認真去問一下 究竟上面 是不是會 接納 或者是給了什麼暗示 我最近也嘗試去索一下 其實就什麼都索不到 我可以告訴你 藍色那邊 基本上 好像一個 火神山醫院 裡面 只有死屍 他們那邊幾乎是死直 一片死直 其實上面朋友也跟我說 他也沒有什麼消息可以漏下來 因為全部都沒有消息 每個人都在面對疫症 有什麼消息呢 每個人都在面對疫症 有什麼消息呢 百業蕭條 百業蕭條太溫和 這個字眼 百業癱瘓 什麼交叉也做不到 說真的 上面 現在也是面對疫情 也是一籌莫展 坦白說 除了用這個 隱瞞 蓋著消息之外 就什麼都做不到 你以為他們有很多開會嗎 他們不怕感染嗎 現在又不敢開會 所以 很多地方真的斷了消息 這是真的 可能他們覺得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起碼中央不會說 震怒 那邊又說要下台 那邊又說突然間 對於林鄭來說 她覺得收不到 中央震怒的消息 就是好消息 被人 被人吵了 被人吵了 沒有人吵了 現在很穩固 因為這次 起碼中央有沒有說 林鄭遺書計劃 起碼沒有屢次的計劃 傳了下來 那當然啦 因為他們 連自己封遺書也沒有空寫 亡於防疫 沒錯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有什麼進一步消息 我們會再跟大家跟進 拜拜 拜拜